大家好 这是我开春修剪的一盆米兰 那么这个米兰在修剪过后呢 现在已经长出了非常多的枝叶 而且呢 也长出了满盆的花苞 但是有些花有的米兰呢 到现在还没有出状态 也没有长花苞 那么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能够让米兰开爆盆的技巧 首先第一点呢 修剪是非常的关键的 修剪的话呢 可以让它长出更多的新枝侧枝出来 而且新枝新芽上面啊 开出来的花苞啊 会更多 杂湿会更好 大家看我这些就是修剪过后的这些新枝新叶上面呢 花苞特别多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米兰是特别喜光的 我们不需要给它进行遮阴处理 给它全日照雅护就可以了 越晒啊 它长得越旺 而且花苞越多 再然后呢 修剪之后 补肥是非常关键的 充足的肥可以让它新枝 侧枝长得更旺 而且呢 也有利于它开花 在修剪过后呢 我们首先是以这个畜生长肥为主 我一般是用这个畜生长型的营养液 它是高氮肥 而且还有充足的甲元素 可以让枝叶长得更为繁茂 又不会涂长 然后等到枝叶繁茂 然后呢 长得比较旺盛了 我们后期呢 就可以给它进行吹花处理 吹花呢 我一般是用这个泥刷仙甲 给它进行页面喷湿 每七到十天喷湿一次 这样的话呢 这个米兰呢 就能够长出非常多的花苞 开花就能够开爆盆了 做好这些要点之后呢 平时啊 我们可以把一些枯枝啊 碧叶啊 然后盆土里面呃 残留一些枯叶这些啊 给清理掉 这样的话不仅可以减少养不能消耗 又可以避免病虫害的感染 这样养护出来的米兰花自然就很容易开爆盆了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一下期再见